大家好,我是阿公 青椒炒蛋到底是生草青椒还是生草鸡蛋? 很多人都在纠结 今天我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在家里面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首先,我们准备500克的螺丝椒放在大碗中 接下来往碗中加入一大勺的食盐 然后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因为螺丝椒生长在室外 表面难免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细菌 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像视频中这样,把每一只辣椒都搓洗一遍 成分的清洗干净 像这样,清洗过后的青椒 我们吃着也更加的放心 清洗完第一遍之后 我们就直接捞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洗过辣椒的水还是灰尘的浑浊 然后再次把辣椒放在干净的清水中 再次淘洗两道沙便 有条件的可以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 成分的清洗干净之后放在二把上 然后我们硬刀把辣椒的地步切掉一部分不要 因为辣椒的地步有点硬,吃起来口感不好 接着,我们再把青椒来处理一下 准备一把小孩吃饭的手指 把手指霸擦在辣椒里面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转动一下 这一步的目的是去掉里面的辣椒籽和辣椒瓤 没有看清楚的,我们再看一遍 像视频中这样,很轻松的 就把里面的辣椒籽和辣椒瓤处理干净了 辣椒籽和辣椒瓤不是不能吃 而是放在一起的话会影响买官 接着,用平刀把辣椒一分为二 然后我们再切成均匀的辣椒丝 辣椒丝我们也不要切太小 如果切太小的话 吃起来口感不爽脆 现在是螺丝椒大量上市的时候 也是最好吃的时候 这种螺丝椒皮薄入耗辣豆适中 非常适合做辣椒炒蛋 我们把所有的青椒切成视频中这样的大小 就差不多了 切好以后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 然后我们准备一些派菜 去皮的大蒜籽先切成薄片 大蒜可以增加青椒和鸡蛋的蒜香味 我们可以适量的都准备一些 把大蒜全部切成蒜末放在准备好的碗中 接着往碗中加入18颗豆豉增加香味 接下来往碗中倒入几个鸡蛋 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而定 今天我准备了三枚鸡蛋 用我吃饭的筷子成分地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蛋白和蛋黄完全地融合在一起 搅拌鸡蛋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朝同一个方向搅拌 搅拌至硬筷子挑不起来就差不多了 下面我们开始操作 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温烧热以后把鸡蛋倒在沟中 我们要提前把鸡蛋炒制一下 喜欢吃嫩一点的 我们炒的时间就不要那么长 如果喜欢吃香一点的 我们就都炒一会儿 用铲子不停地翻炒 成分地把所有的鸡蛋液炒至定型 把大块一点的鸡蛋炒成小块 同时也炒出鸡蛋的香味 翻炒成视频中这样 放在一旁备用 下面我们来调个碗汁 空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少许的食盐调味 接着再加入少许的鸡精 然后再加入少量的白糖 接着再加入少许的玉米淀粉 或者是土豆淀粉 加入少量的清水 把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 用勺子成分地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 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 接着准备一口锅 不用放油 然后把切好的辣椒丝放在锅中 我们要提前把辣椒表面的水分炒干 这一步的目的是 去除青椒表面的一些苦涩味 我们要不停地发炒 硬锅厂不停地按压 经过这样炒制过后的辣椒 更加容易入味 大约发炒一分钟左右 接着往锅中再加入少许的食盐 提前给青椒入下底味 再次发炒均匀 把青椒炒至入味 很多朋友在做青椒炒鸡蛋的时候 直接把青椒放在油锅里面去炒 那样炒出来的青椒有苦涩味 而且不容易入味 所以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全部炒成视频中这样 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盘中备用 接着另起锅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把切好的蒜末和豆豉放在锅中 开小火煸炒 炒出蒜子的香味和豆豉的香味 接下来把炒好的青椒再次放在锅中 翻炒均匀炒出蒜香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借您花菜的小薯顶个蛋再做呗 非常感谢 接着把炒好的鸡蛋也倒在锅中 再次翻炒均匀 使所有的鸡蛋和青椒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成分地翻炒均匀之后 我们再把准备好的料汁全部倒在锅中 再次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青椒和鸡蛋炒制入味 青椒和鸡蛋已经提前炒制过了 所以我们翻炒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大约花草20秒左右 成分地把所有的鸡蛋和青椒炒制入味 花草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饮养又下饭的青椒炒鸡蛋就这样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 做给自己的家人吃 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这种融丝椒没有什么辣味 如果喜欢吃辣一点的 也可以加一些小米椒在里面 添加少许的豆豉 可以增加青椒和鸡蛋的鲜香味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 就麻烦点赞收藏留言并转发出去 点往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 每天用最简单的食材 幻想食用的家常美食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 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